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这期视频要给大家介绍三个基本笔画 弯狗,横折,折折狗,然后横折,横折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笔画 弯狗,弯狗,它是怎么写的啊 轻入笔斜下去,可以没有,轻入笔斜下去 我们翻大一点,然后带一点弧度 带一点弧度这样,竖着往下,你看看 哎,狗,可以没有,弯狗 这个弯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弯的弧度不要太大 你从这起笔,哎,往下延伸 然后基本上还要回过来 你基本上还要再回过来才往上勾 千万不要这样勾啊 可以没有,你从这起笔,你看 那它就斜了,可以没有,它就斜了 哎,你这样写,你看,从这起笔 我们再微微带点弧度回来 所以它整个是正的 你一定要保证它整个是正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轻入笔 带点弧度啊 好,回来,然后往上勾 这个就是啊,弯斗 弯斗的鞋吧 那我们来看,横折,折折勾 哎,它看,听上去感觉 还挺,还挺拗口,是不是 然后你看,横 第一个折,折,然后第二个折,再折 第三个折,再折,然后再勾的,看见没有 哎,它有三,它有,它折三次,对不对 有三次转折,你看,横,折,折,折,勾 三个折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笔画的鞋吧 你看哈 横,往上扛肩,斜上去 哎,蹲一下,转折 注意 注意,这一段你不要拉太长 你看,这一部分它写的怎么样 比较紧凑,就是说这个横要短,看见没有 然后往下倾斜一点 这个,这一段也要写的短 你看没有,这一段短,这一段也要短 然后下面这个,再往下折的时候 哎,你这一段就要写长一点了 看见没有 也就是说,你看,横折它第一次折的时候 这个树要短 最后一个折的时候,这个树,树沟要长,看见没有 哎,下面长,上面短,这样写的这中间要 这一部分要写的,写的紧凑,是不是啊 这是横折,折折勾的写法 那么再来看,横折 一个横,转折过来,哎,加一个树 它是横折 顿笔,横 再顿一下,转折过来,你看收一下 这就是啊,横折的写法 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的三个基本笔画 第一个,弯钩 弯钩,一定要保证它整个是正的 千万不要这样写啊,也不要弯的 这么多,感觉像个螺锅,像驼尾一样啊 有的小朋友他就是这样写的,你看,写成这样了 那就不好看了啊 它是微微的带一点弧度,整个是正的啊 这个弧度一定不要太大,弧度一大就现在没有力量了啊 我们再来看一遍一下 轻入笔写下去,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下延伸 然后回来再往上勾 这是弯钩的写法 横折折折折 横,往里折,对不对,这一段要短,然后再往下折 看见没有,再往下走,然后再往里折 这一段也要短,最后一段要拉长一点,对不对 横折折折折 小朋友们记住没有